好 再一次 交起來 有了有了 有了 天讚小龍 化鈴又假 還真是有兩把刷子 這天她上師姐 Selina主持的健康節目 小秀廚藝 還真的是看不出來 平時沒在下廚 反倒是Selina幫忙就算了 還在一旁偷吃 用唱歌來計時 差不多這個時間 差不多 我都可以翻臉 哎呦 人家最近瘦了 偷吃一下沒關係啦 Selina 妳是不是要變瘦了 別看Selina總是嘻嘻哈哈 前晚她難得感性 PO文表示 在巴西遇到一位粉絲 再而失失承搶不開 因為SHE的專輯 才放下自殺念頭 Selina在聊到此事 眼眶也當場犯淚 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就覺得 就是謝謝她告訴我這個故事 然後跟我分享 然後讓我會覺得 我自己的存在 很有價值跟意義 Yoga在一旁聽的 也很有感觸 只是同樣 選秀節目出身的盧學瑞 向媒體爆料說 自己過去曾經討厭過林佑嘉 甚至連她的歌都不想聽到 Yoga一定很受傷吧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年紀很小 她講的應該是 我們都還沒發片的 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七八年前 當時大家年紀很小 那可能有壓力 也不會輕易的跟 夥伴分享 但現在大家都長大了 其實媒體下的標題 有點嚇到她 所以她昨天就有 趕快傳簡訊來給我說 呃佑嘉 那個你有看到報導嗎 什麼什麼什麼 就說有點聳動 然後我就 我想她感覺有點緊張 然後我就回傳跟她說 我懂的 然後附贈一顆愛心這樣子 誰要做菜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煎蛋餅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比唱歌還簡單對不對 對 好 沒有嗎